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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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味啊 这么香 我就知道你得顺着味下来 锅里门带雨呢 一会儿就吃饭了 门带雨 馋死我了呢 美呀 美呀 干嘛呢 美呀 美呀 干嘛呢 你等着啊 我一会儿给你送香叶去 思雨思雨啊 我要吃那个小江南的醋爬羊春面 还有虾脚游吟载鸡 谢谢了啊 你干什么去啊 不吃鱼了 吃 以后我打包 我说你这人真行 你真不客气啊 臭火烹 我来替我送饭 有你什么事啊 她刚明明说是过来给咱们送小夜的 好好好 吃货 李董 来 李董 来 怎么了 李叔 是不是因为受伤 怕影响到店里的生意啊 头头跟我这么多年了 就算没削得我全部的 是这个手艺 学个五成六成还是有的 店交给她呀 不用担心 那 是因为林美雅的事情吗 李董 你说 欧阳这孩子怎么样啊 欧阳 林叔的意思是说 欧阳和美雅之间 会有什么事吗 小雅这孩子呀 从小特别地听话 任何事情都不忙 可这次啊 她去欧式集团工作 说是去什么产品研发部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欧式集团的产品研发部 根本就没在本事 她也没去什么产品研发部 二十 二十 二十跟 欧阳去做秘书去了 之前我就劝过她 少跟那个欧阳接触 陈哲她会误解的 结果她不听了 好好在一起的两个孩子 二十年的感情 说分手就分手了 现在 还天天晚上加班 这不 今天晚上又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又要加班 我是担心她跟欧阳 我知道 你跟欧阳是好朋友 其实我也不是说 欧阳这小伙子不好 我这不是担心美雅吗 你说 您的意思我明白 欧式集团的研发部 确实不在本事 所以美雅没落去 她留了下来 我相信最主要的原因 是想陪在您的身边 所以她决定留在欧阳的身边 给她当秘书 不告诉您 是怕您过分地担心吗 据我所知 这段时间她们手里的策划案 这个策划案比较重要 所以她们的压力非常大 既然她们说现在在加班 就一定是在工作 绝对不会有其他的事情 这一点 叔叔您就不要担心了 至于说到欧阳 你别看她平时不太靠谱 但是她呀 做事做人 还是有自己独特的原则性的 小雅 我去给你做梅子 你这是做梅子的知情 这一事 我会绝对 还想想想想想想要做梅子 你一管 那懵我 你知不知道 你是不是能不能做梅子的事 有个人 又自行 男女之间天天待在一起 怕日久生情啊 万一他们之间 要是发生什么 我这都不敢不敢想啊 也是位 平安快乐 和大富大贵这两者 有的时候并不冲突啊 美娅是您的女儿 现在的林美娅 已经是个成年人了 做任何事情 她会有自己的判断 和自己的抉择 作为爸爸 我觉得您应该 充分地相信她 说到欧阳 可能您对她的了解 只是停留在网络上 那些花片新闻 也觉得不太靠谱 但是作为她多年的好朋友 我客观地评价她 在感情上 欧阳 是一个非常专一的人 还有 陈哲和林美娅的分开 我敢确定 绝对不是因为欧阳 更不是林美娅的错 应该是陈哲的错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美娅是受害者 在这么关键的时刻 你说 作为爸爸您应该 多理解她 多关心她 应该帮助她 让她赶快 从这段失败的感情中 走出来 所以我觉得 现在让她工作 反倒是一件好事情 让她的注意力分散分散 不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东西 没准状态会更好一些 吃菜 我都到家了 你还跟着我干吗呀 黎东吩咐过了 让我必须看到你进门 才可以离开 那你看着吧 好 怎么了 胃口不好 还是在担心发布会的事 没想到她真的拿了 一个方案出来 这事怪我 没有考虑周全 但是没关系 具体操作的时候才是关键 你那个前女友 李梅雅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怎么突然问这个呢 欧阳从来没有 因为任何一个女人 跟我那么大动干戈过 李梅雅不简单 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 我真的很好奇 咱们先不说这个了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发布会 一旦欧阳成功地把发布会开起来了 你爸就有理由 让她顺理成章地进入董事会 到时候你的局面就更被动了 但是你放心 我不会让她成功的 我不会让她成功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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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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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